这群士兵正在街上巡逻 突然紧情传来 士兵迅速集结到事发地 只见一辆坦克驶入街区 开始横冲直撞 士兵根本挡不住坦克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冲进英国央行 坦克里还有一对士兵 自称是德国人 几天后 德国实验室也遭遇袭击 袭击者毁掉科研设备 还自称是英国人 两起袭击 让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高度紧张 欧洲战士一触即发 此时正是世纪之交的1899年 为了阻止大战 英国女王派出大使 请求隐居非洲的传奇猎人出山 猎人久已不问世事 不愿趟这趟浑水 然而一群武装分子却主动上门 找起猎人麻烦 猎人虽然年迈 身手依然不减当年 先是一通肉搏 干翻几人 接着又戴上眼镜 一枪打伤了逃跑者 只可惜被他吞下毒药 没有问到信息 武装分子还在房内埋了炸药 让猎人无家可归 这一下想不出手也难了 猎人回到伦敦 女王密室正在等他 根据最新情报 名为魅影的恐怖分子 正在策划一场大战 四天后 欧洲领袖将会在维尼斯开会 这场会议很可能成为魅影的靶子 猎人的任务就是和骑兵小队一起 阻止魅影的阴谋 骑兵小队里都是能人意识 一脸大胡子的尼莫船长 来无影去无踪的隐形人 深藏不露的女吸血鬼 还有英俊帅气的不死人 就在小队商量之时 武装分子突然出现 拿枪对准了他们 只可惜这群士兵找错了对象 骑兵小队可不是好惹的 猎人枪法神准 一枪一个毫不费力 船长不会用枪 拳脚功夫却堪称一流 隐形人神鬼莫测 士兵还以为见鬼 不死人最夸张 随便你怎么打 能打死我算你赢 有个士兵很鸡贼 以为女人比较容易对付 结果被吸成了肉干 敌方队伍里有名卧底 是美国派来的探员 猎人见他还算机警 让他加入了队伍 之后一行人又找到了 最后一位队友 化身博士 化身博士发明了一种神药 只要服下就能化身绿巨人 猎人一番口顿 成功说服他加入小队 接着一行人便乘坐 鹦鹉罗号潜水艇 前往威尼斯 航行途中 船上出现很多怪事 驾驶室出现来历不明的粉末 化身博士的药水也被偷走 大家开始怀疑船上出了内奸 恰好隐形人最近突然消失 于是被大家当成了内奸 很快潜水艇就抵达了威尼斯 船长派出潜水员搜寻炸弹 然而行动还没展开 爆炸就已经开始 魅影在城中布下了连环炸弹 必须拆除城中的中心建筑 才能阻止连锁爆炸 骑兵小队坐上汽车 迅速赶往市中心 魅影派出大队人马在中途截击 不死人跳下汽车 和他们展开了肉搏 路上还有很多士兵在楼上放音枪 吸血鬼开启变身 带领一群蝙蝠 将他们通通吸成了人杆 美国探员驾驶着汽车 到达城中心 然后发出了标记 很快船长就发出火箭弹 炸毁了中央大楼 连锁爆炸 这才停了下来 交战之中 猎人找到了士兵头子 两人一番肉搏 士兵头子的面具被打落 猎人这才发现 这个人竟然就是女王秘使 一行人回到船上 发现那里也发生了意外 原来船上那间不是隐形人 而是不死人 他杀死大富 接着乘坐分离舱逃离了港口 不死人在船上留下一张唱片 他将自己和秘使的阴谋 合盘托出 找来骑兵小队 只是为了获取秘密 他已经收集隐形人皮肤样本 化身博士的变身药剂 还有吸血鬼的血样 他们将会利用这些材料 复制出其他的异能者 至于为啥要告诉骑兵小队吗 其实是因为这张唱片的声音 会触发已经安装在船上的炸弹 唱片话音刚落 潜水艇便发生大爆炸 刹那间海水猛烈的涌进了船舱 危急关头 化身博士变身绿巨人 拉开船内的排水阀 总算让潜水艇浮出水面 没多久 小队就收到隐形人发来的信息 他们已经偷偷跟随秘使 去了他们的研究基地 潜水艇照着隐形人给出的坐标 来到了一片冰原 研究基地就藏在雪原中 几人来到雪原外围 和隐形人取得了会合 隐形人已经查明基地详情 他们在那里秘密建立军工厂 打算用这些武器控制世界 更要命的是 密使还抓去大批科学家 让他们复制出了骑兵小队的能力 要想阻止密使的阴谋 就必须炸毁军工厂 几人齐心协力 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协作 隐形人负责安装炸弹 船长负责救出科学家和家属 猎人和探员负责抓捕密使 吸血鬼负责搞定不死人 两人都有不死属性 打起架来也是棋逢敌手 只不过不死人有个弱点 吸血鬼将画像对准不死人 很快他就进入画中 肉身则成了一对枯骨 绿巨人那边也遇上了对手 敌方研究出更为强大的巨人 让他招架不住 眼见绿巨人落入下风 船长挺身而出 对着敌方巨人一顿乱刺 只可惜这点伤害根本破不了防 关键时刻 隐形人的炸弹爆炸了 大楼瞬间崩塌 船长和绿巨人已经逃出大楼 留下敌方巨人被活埋在大楼之内 猎人那边也找到了密屎 本来已经胜券在握 但是密屎却举起面具 让他看到探员的险境 猎人转身击毙敌方隐形人 结果被密屎抓住机会 将他刺伤之后逃离了基地 眼见就要被他逃走 探员接过猎人的猎枪 对准远去的密屎 接着扣动了扳机 就这样 密屎的阴谋最终失败 而猎人也在行动中失去了生命 骑兵小队送别了猎人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刚走 一位巫师就来到坟场 展开了仪式 接下来的这个世纪 还将发生更大的灾难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